这个黑洞可不是一般人 只要吸入里面的黑气 就会瞬间变成一只可怕的丧尸 很快村子里就不断有人被咬伤 尽管警察把这个黑洞封锁起来 但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偏偏不信邪 为了查看黑洞里到底有什么 他们打开录像功能 把手机慢慢送下去 可下一秒 一股神秘的力量就突然把手机拽摇 与此同时 一股黑烟袭来 钻进了短范围的鼻子里 他就好像发疯了一样 不断攻击别人 另一个女孩也被吸入了黑烟 只见她的眼睛突然变黑 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深度见底的深坑 很快短发妹就突然抬头盯上了对面的小伙 两人见情况不对 撒鸭子就跑 但关键时刻 摩托车不鼓励 随着一股黑烟飞过来 一群人全部变成了可怕的东西 随着几名少年的失踪 家长纷纷找到了驱魔大师 帮他们寻找孩子的下落 可大师在做法的时候 忽然摔断了双头 他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 已经无法阻止 浓烟就飘了出来 紧接着失踪的女孩瞬间扑过来 咬伤了一个接一个 很明显一场 可怕的丧尸并不就此爆发开来